中文字幕 李宗盛 那为什么要守护我们马里光河川 马里光河川其实它是从有两条支流 通通都是流到石门水库 我们从小的时候 这个河川孕育了我们 承载了我们的生命 我们小时候的记忆几乎都是在河里面 我们是河里面长大的 慢慢的长大之后 父亲就教我们如何射语 那现在我跟我弟弟也是成为了 我们马里光的射语的射手 所以我爸爸非常的高兴 所以我们父子三人 那我们会一起去射语 那他现在75岁了 他一样他比我的那个弟弟还要强 潜下去三分钟都没有上来 三分钟没有上来 但是我们担心五分钟没有上来就麻烦了 因为可能永远都上不来了 因为年纪那么大了 年纪那么大 所以我们跟这个马里光河川 是很有紧密的关系 所以我们开始也是在十几年也开始想说 我们除了要守护这个河川 最重要就是我们的山林 所以当时他们要在我们河川的上游 要盖所谓的高台水库 那我们也是举例地反对 那应该还有别的方法 可以守护我们的森林 守护我们的河川 因为你真的 水库盖下去 蓝沙坝盖下去 那势必会造成很多很多的灾害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等一下会分享 这个我们创作的诗歌 创作的歌 歌谣 也是因为这一次 那我们也想说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我们怎么样去守护我们的河川 台湾的河川 每个人都可以使台湾的河流山林 更美丽 更漂亮 永续 所以我们在十几年前开始 也成为了深门水库的义工 捡垃圾 那更重要是 我们开始了有机的栽种 这个都是我们守护河川 守护森林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回馈 因为这个河流孕育了我们 所以我们今天也带着故事 所以我在想说 有故事的人 每个人都有故事 但是这个故事 是不是能够成为有价值 有意义的 就是我想最重要的是 会懂得分享 分享出去你的故事 就有它的意义 所以我们带着我们的故事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这一首歌谣 祝福音乐 祝福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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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